对付黄太极 朕 三句话 六个字 战之 脚之 灭之 灭之 这就是明朝最有骨气的朝代 尽管现在的大明朝江山 千疮百孔国贫民弱 面对黄太极无礼的议和 王公大臣们依然义愤填膺 拒绝议和以死求战 他一个黄太极算什么东西 怎敢跟大明同起同坐 然而周延如以为 自己已经摸透了皇上的心思 于是立即表态 大明现在最危险的敌人 不是黄太极 而是李自成高营翔章县中 这些造反流寇 目前大明国苦空虚 不能支撑南北同时开战 只能一战一和 要么与李自成和 要么与黄太极和 臣冒死计言 朝廷应该恩准黄太极的起和 这话一出 遭到文武百官的一片反对 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的建议 此时的周延如 才感受到了孤立无援 他转头看向红成仇 刚刚说好一和的红成仇 突然反水 经过三思之后 发现此书是一个阴谋 这个黄太极 亡我大明之心不死 称霸之意是如火如荼 周延如贪软在座椅上才明白 这是红成仇早就挖好的陷阱 为了扳倒这个周延如 红成仇还趁势补上一枪 他认为黄太极 根本没有一和的诚意 只是逼迫大明承认大庆的存在 这样他们就可以 正大光明地攻打大明 这种一和 是可忍输不可忍 如果朝廷准和的话 那不就等于自己投降了吗 这话更让崇祯十分愤怒 没想到自己信任的首辅大臣 主张与黄太极一和 崇祯当即表明这次一和的立场 周延如听后 只觉得如芒在背浑身发凉 随后东场太监 接获了一份密函 周延如 你认的一个 名叫犯人宽的人吗 认的 周延如声称认识犯人宽 两人又年时期同窗 但现在肃无交往 这是犯人宽给你的私信 托一个奸商手来的 周延如看了信一时无言辩驳 不是说苏交往吗 怎么会有红艳传书啊 此时这封信的出现 让他陷入了死局 他苍白无力地向崇祯辩解 朕确实没跟犯人宽有过任何来往 这是他主动写给臣的 朝廷上有那么多大臣 为何主动给你写信 殊不知这一切 都是黄太极和犯人宽设的局 他们利用崇祯生性猜忌 不但给周延如写了信 也给袁崇唤写了一封 以这种方式 离见大明公骨大臣的关系 借刀杀人 王承恩如愿以偿地报了亭杖之仇 大笑而去 在这场复仇中他们都不是受益人 只有远在关外的黄太极 坐收渔翁之力 随后红成仇 带着韭菜来大牢看望周延如 如今周延如生死看淡 不在此刻红成仇公堂反水 他敞开心扉 讲出大明根源的问题是流寇 连年再害 朝廷党争官吏贪污 是产生流寇的主要原因 皇上空怀壮志 一遇上战略选择的时候 皇上就把朝廷的尊严 放在了第一位 朝廷是既较不了寇 又灭不了黄太极 红成仇十分赞同 他的南郊北河之策 这是崇祯的禁忌 他才不想做一只出头鸟 两面派 你就不怕我禀报皇上 不怕 你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紧接着红成仇拿出 崇祯赐给他的毒酒 周延如直到这一刻回来 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他也没得选 不然他的家人也得遭殃 周延如猛地拔下塞字 将毒酒一饮而尽 红成仇面露巨色 看着周延如毒死在面前 这也成为了他 日后投靠黄太极的导火索 在查抄周延如府邸的时候 鲁四找到很多密函 这些全是周延如和原宠话 四下来往的书席 全是商量 如何与黄太极议和的事情 王承恩交代鲁四 要将此事全部隐瞒下来 现在的原宠话 是大明的最后救命稻草 如果他受到了千年 那大明的命运堪忧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原宠话却在作死的道路上 越走越近 本部堂有令 袭击皮岛 权坚毛文龙所部 将其所有的兵马 钱梁军械 通通手脚 归我所用 这是明朝末年 自毁长城的真实事件 这也让原宠话 被后人唾骂成千古罪人 原宠话得知 原本朝廷给他们的军下 结果被崇祯调派到西北方县去了 没有两小军线 我们还出几个屁呀 这让原宠话十分的不满意 朝廷不给军下 他就自行解决 他只好启用崇祯 受命他的邻机砖断特权 他要带兵突袭皮道 抢夺毛文龙的全部钱梁和军线 并用上方宝剑将其斩首 毛文龙本是大明时期的丁字部队 只要八七军进攻 毛文龙就从后方突袭清兵腹地 数次让皇太极无奈退兵 为了筹集作战两下 孤立无援的毛文龙 仗着地理威之的优势 开展大明大清 与朝鲜之间的三方贸易 这也成为了原宠话 同是曹哥的最大理由 崇祯得知毛文龙被原宠话处死 十分气愤 毛文龙是废抠还是官军 都由朕决定 岂能由原宠话说了算 再者 这也没有下指让他剿灭毛文龙啊 原宠话找了十二条罪行 斩首毛文龙 他的真实目的 让远在紫禁城的王承恩猜出 他是为了夺取良想 以充实自己东北防线 原宠话越权四战同僚 引起敌对党派的弹劾 侵犯黄权 扰乱朝纲 臣认为要立刻将原宠话 撤职至罪 大臣们数落原宠话 种种越权行事的罪行 怒火中烧的崇祯 当即要派人把原宠患押解回京 王承恩立即呈上来一条冷毛巾 这天太热了 崇祯领悟到王承恩的用意 以大局为重 把原本要治罪的话 变成嘉奖的圣旨 称赞原重换一新为国 所缴两想一律退还 令嘉峰大学是太子太保 催促期尽快收复辽东 退朝 文武百官退朝走在台阶上 这时候兵部传来西北边灌了报 兵皇上 4月18日 皇太极亲帅上三期清兵 绕过山海关 渠道蒙古 由西北破关南下 无凭以上守城将领 半数阵亡 半数自尽 这让崇祯一时没有退敌之策 兵部上书阳四昌 也没有应对的方针 崇祯慌立慌张的船只 要原重换火速支援洗风口 剿灭皇太极 这实在是太累了 皇上 退朝 大臣们刚刚走出殿外 兵部又来了一封捷报 4月15日 陈其余亲帅三万官军 把李自成高营 响等十二支流寇 全部围困在闪川边境车厢侠中 若朝廷及时给他补充兵下 保证半月之内 将流寇一网打尽 从此中原安定永保太平 一坏一毫的捷报 让朝堂内所有人欢新鼓舞 崇祯命兵部 将原本拨给西北防县的军饷 全部交给陈其余 让他一鼓作气 彻底剿灭中原流寇 退朝 退朝 再次退朝 崇祯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大臣们也开始谈笑丰盛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 历史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反转 大明剿灭中原流寇的美好愿望 最终因为一个人的决策失误 从而竹篮打水 化为了虚幻泡影 这宁可战死 绝不离开京城一步 这位最后的汉人皇帝 此刻正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大臣们一个个变成了双大的茄子 整个金鸾殿压雀无声 这皇太极快要到洪德殿上朝来了 而袁冲焕却掉在了清军后面 他在干什么 给皇太极送行吗 皇太极得知崇祯 要全力剿灭李自成这些流寇 这对他入主中原非常的不利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于是他决定继续挥师南下 一股作气攻打北京城 眼下距离京城不过百里 崇祯交集万分 毕竟皇太极的骑兵说道就道 而大明的军队 不是派出南下交费 就是驻扎在外 远水救不了近火 这是一位老臣提议 崇祯以南巡视察的名义 离开京城 等解除危机之后再返回京城 众人细细盘算 就算加上禁卫军警一位 以及王公大臣的家丁们 能参与战斗的也不过八千余人 而这时 东昌首领王成恩走进了大殿 你们怎么都忘了 紫禁城 还有五千五百名太监 还有一百零八万百姓 一个没担子的老太监 都能舍身报国 作为天子的崇祯直觉的胸膛燥热 当即下令关闭京城九门 命令所有御林军警一位 以及东昌太监 上城不妨共同保卫京城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身穿明皇盔甲的崇祯皇帝 登上城头 他没有像后世的咸丰与慈禧一样 丢弃百姓临阵脱逃 而是选择登上城头 誓死一战 感受到百姓们的热情 崇祯雄心漫丈 大臣们纷纷吹捧拍马 让这位自负的大明天子 更加飘飘然了 仿佛兵临城下的十万骑兵 是指胡的一般 而这时周皇后提出 给予登城作战的百姓 每人十两银子一座靠上 大臣们也纷纷表示赞同 每人最多需要十两 朕从黄音中拨出三百万两 凡上城住房者 每人十五两 谢皇上 崇祯话音刚落 少不知识的长平公主提出 退敌之后应该大赦天下 免去京城百姓三年说服 而此时崇祯正好打了个喷嚏 听见了吗 皇上说可以 还不穿职 王成恩赶紧站出来阻止 按照这个败家法 一千多万两的黄银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但此时的崇祯正在兴透上 哪里还能听得进去 战安准了 臣这就去宣旨 京城外 皇太极被眼前雄壮的紫禁城 馋得直流口水 你心身处的战友预备 无限放大 那是一座伟大的皇城 可是城里的崇祯 却配不上它 晚上 多尔滚与豪格来找皇太极 犯人宽肩状时局离开 多尔滚认为应该趁着城防空虚 一举攻下紫禁城 将大明的心脏紧紧捏在手里 就算袁崇患的袁军赶到 也回天无力 到时候再以高官后路进行安抚 千秋大也可定 是皇吗 这可是千在南方的良机啊 说不心动是假的 皇太极早就对 近在支持的紫禁城望眼欲穿 但作为大清的皇上 他必须考虑得比任何人都要周全 皇太极将犯人宽叫了进来 想听听这个一品汉塵的想法 不攻 啊 为何 你倒是说说 为何不攻啊 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犯人宽认为此时的大清 还没有一统中原的能力 眼前的紫禁城 就像一个诱人的陷阱 就算攻下来也守不住 还容易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不如趁机向崇祯一合 从而获得最好的回报 皇上 难道你的弟弟和儿子 两个人的话 还不如他 一个汉人的话怪用吗 放肆 皇太极心乱如骂 他将杜尔滚与豪格扶起来 一个是自己的兄弟 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但这种千秋大业 不是谁亲就听谁的 而是要看谁说的有道理 朕完全同意你的见解 一番斟酌之后 皇太极终于下定决心 命令犯人宽修书一封 明天进城与崇祯一合 攻打紫禁城的计划落空 杜尔滚与豪格心有不甘 他们认为犯人宽身为汉人 自然一切都是为了汉人着想 两人堵住犯人宽 脾气暴躁的豪格 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你今天帮了崇祯皇帝一个大忙 犯人宽抹去嘴角的血迹 如今的他里外不是人 大明认为他是汉奸走狗 大清认为他是蛊惑皇太极的奸细 恰是如人饮水冷满自知 犯人宽自知这一去 肯定不会是主客禁欢的场面 能不能活着回来都难说 他写好一书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大清使臣犯人宽 奉旨拜见大明皇上 立交和书 休战一合 而此去大明一合 犯人宽再也没能活着回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精彩的下集 我们明天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 先行拜谢了